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酷到他真的就是說 可不可以不要這個小孩 痴痤整個跑出來出血疼痛 那個要人命的也是有 不像以前宮廷劇那麼恐怖 吃了藝人就流胎 真的 大家其實看宮廷劇都很害怕 這麼恐怖的時候 因為是不是常常有時候生氣 都是因為老公 解決媽媽生活大小事 媽媽開心全家開心 歡迎收看孕琦神隊友 我們的節目就是要陪你一起 度過我孕琦大小事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 神隊友是我們的 黃桂帥黃醫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黃桂帥醫師 就是要讓大家開心的帥醫師 沒錯 我們今天黃桂帥黃醫師來到現場 要來跟我們分享的孕琦大小事 其實黃醫師你知道嗎 其實在我懷孕之後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什麼樣 從懷孕的那一天起 我就開始覺得渾身不對勁 那醫生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不是真的懷孕之後 會產生什麼樣荷爾蒙 或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是真的 我最近才遇到急診 有一個真的吐到厭世了 真的他吐到他真的就說 我真的可以 可不可以不要這個小孩 整個胃酸胃食到逆流 整個人消瘦得很厲害 懷孕是一個生理最大的改變 他除了荷爾蒙整個懷孕 你寶寶要去長荷爾蒙的上升 生理各方面就不一樣 然後再過來你的結構要改變 你從一個瘦瘦的人變成肚子往前前 整個腰背全身的負擔都不一樣 是 那在這裡呢 我們是不是也先來跟媽咪們分享了 初期的問題可以跟大家分享 當然 吐啊 還有暈 就是有些人甚至會到天旋遇轉 然後有些人是真的就會覺得累到隨時都想睡覺 隨時上班就真的不想上班就會睡著 那再過來真的就憑尿 一直跑廁所一直跑廁所 都以為真的是那個膀胱發炎或怎樣 那分泌液物多到有些人有潔癖的人 就真的覺得怎麼會怪怪的這麼多 那我們在中期有醫生剛剛提到的就是會暈眩 像我自己的朋友 他是暈到需要去打止暈劑 他自己完全躺在床上 他沒有辦法起來 他也沒有辦法去上班 因為這個叫 有些人是叫沒有試症 他有時候勞累的時候就會 還有水腫的問題對不對 這個最近我有一個孕婦就是真的腫到說 他這整個麻又腫 後期的時候呢 其實最嚴重的就是腰痠背痛對不對 就還有人就是你知道因為後期可能是 就是肚子也比較大 所以還會到齒骨痛 對必要我們還是會用一些安全的用藥 那在後來當然後期一些你剛才講壓迫症狀 痔瘡也是蠻恐怖的 對 有時候痔瘡整個跑出來出血疼痛 那個要人命的也是有 而且因為我以前一直以為就是痔瘡是在產後才會遇到的 但其實現在有蠻多慘就是在懷孕過程的 後期的媽咪包括是便秘啊 或者是痔瘡的問題 真的還好我有生過了 不然你知道聽起來真的很可怕 接下來呢也為大家呢整理了一些媽咪們的懷孕 媽咪比較會遇到的問題 要來一一為大家做解決喔 醫生 妳怎麼了 我從懷孕開始啊 我每天 看妳滿臉真的很倦怠 整個像脫水的 吃東西也都不行嗎 吃不下 以後吐是必要如果真的說吐得太厲害 我們真的會幫妳安排打個點滴啦 因為從點滴迅速補充水分 然後我們從點滴直接加安全的藥物 可以立刻達到止度 還有讓妳整個腸胃比較舒服一點 那之後再透過適當的一些食物 然後藥物 像我們會協助妳度過這個最辛苦的時間 但不會太久的 那醫生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我平常真的就是如果吃不下 有沒有什麼樣的食物可以建議我 不然真的好難受喔 當然就是妳如果想吃什麼 是都可以啦 或一些合適的食物 有時候我們說的蘇打餅乾啊 或比較乾的一些麵包 白吐司或簡單的一些水果 盡量不要太油膩 不要太冰冷的東西 當然像有一些酸梅或薑湯這些 本身就有植藕的效果 但醫生我還有問題 我除了吐之外 我從懷孕之後我真的是全身都不對勁 我這裡也痛那裡也痛 更誇張的是我的齒骨超痛的 這也是懷孕會釋放一個鬆弛術 會讓妳全身筋骨整個好像鬆開 就軟趴趴的 它要讓妳整個筋能撐開 所以它有時候是一個過程 慢慢就會適應了 但如果真的很不舒服 打個止痛針吃個止痛藥 或局部貼布 適當的就醫是非常重要的 最簡單的走路 走路放輕鬆 然後聽一聽音樂 或是按摩 如果先生幫妳按摩 或適當去外面找人按摩 也是很好的方式 老公幫我們按摩很重要喔 好不好 當然除了這個醫生 我真的除了腰瘡被痛之外 我真的全身上下問題超多的 包括就是我的水腫非常非常嚴重 而且妳看我的腳鞋子都已經大了兩號 然後每天就是水腫到很不舒服 這個是正常的嗎 因為腫得很誇張 蠻多是正常的 我們真的也有遇到孕婦和妳一樣 她是手腫到連握東西都不能握 手整個麻 這叫晚睡到症候群 大部分都是生理現象 所以妳晚上抬抬腿啊 請先生按摩按摩泡腳 那不要吃太鹹的這一些OK 極少數就真的怕一個比較危險 叫潤層高血壓的早期 它會腳腫臉腫全身水腫 甚至那個就是會血壓高蛋白尿 這個就有時候就會危險 如果厲害就會抽筋起來 所以這個每一次我們產檢 都會驗尿量血壓 會幫妳早期排除這些問題 聽說我們在就是懷孕的過程 能喝豆水可以排水腫 這個是真的嗎 我們當然有一些中藥或怎樣 對不像以前宮廷劇那麼恐怖啦 吃了藝人就流胎啦 這個這個 真的 大家其實看宮廷劇都很害怕 這麼恐怖的事後 對 冬瓜水鯉魚 冬瓜湯這一些 管來就是 或是我們的一般的就紅豆水 這些它本身就有達到 腻尿的一些效果 甚至夏天吃吃西瓜 西瓜也是蠻利尿的 那當然就是說 你不要一下吃太甜的太鹹的 這些東西 那水分當然一定要補充 但也不能喝過多 我們一般是會建議 你體重乘以30左右 體重乘以30左右 對 例如50公斤 大概喝水就1500左右 60公斤能喝到1800左右 是 等一下 醫生 這很辛苦 我跟你說 我的腳啊 每一天晚上 抽筋了 都像這樣子抽筋 對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先生 應該幫你往上搬 讓它就整個緩解一下 再放出 是 你平常是手腳就比較冰冷的 對 對 如果手腳冰冷 我們建議睡前 真的要泡泡熱水 有一點那個子癲症的體質 認真高血壓的體質 或手腳冰冷的 其實晚上泡泡腳 它可以促進循環 會讓你減少腳抽筋 也會讓你好睡覺 那抽筋的話 我們是不是在食物上面 也可以補充血手 當然 再過來 我們如果到28週之後 你寶寶再長 會吸取你大量的一些鈣質 有時候鈣質靠你食物吃是不夠的 特別到晚上的時候 鈣質就會降到比較低 所以有時候我會建議 那個七個月後 孕婦那個晚餐之後 睡前補充一顆鈣片 它可以讓你減少抽筋 另外鈣質本身 也可以安定睡眠的效果 那醫生其實我們在 就是網路上都有看到 有一些大家在推薦的 天然漢方的產品 這些也是可以使用的嗎 當然就是說 蠻多中醫師 他當然都是合格的中醫師 最好去看過中醫師 但是由他們來開或怎樣 是會比較好 那醫生除了這些問題之外 肚子會有韌成紋 韌成紋是每一個人他都會有的嗎 有時候我真的希望說 孕婦一起過來 肚子打開來 大家互相看一下 其實中間那條韌成線 對 每個人都有 這個就是寶寶長大的痕跡了 差不多在五六個月開始 確實是可以插一些韌成霜 其實當然是面上是蠻多的一些產品 主要是一些保濕潤滑 或有時候會有一些類似玻尿酸 幫助表皮修復的一些東西 是不反對 對 那如果我是建議 爸爸幫忙擦跟寶寶做互動 因為其實這時候寶寶 一方面聽得到我們講話的聲音 所以放放音樂 甚至到六七個月 真的開動明顯 你可以摸到它凸出來或怎樣 再去同時擦韌成霜 做肚子按摩互動 也是非常好的一個方式 所以爸爸不要忘了 就是幫老婆擦韌成霜 順便按摩跟寶寶互動 對 真的很棒 就是照顧媽媽 也照顧寶寶 對 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產後憂鬱症 但其實是不是其實產前也有憂鬱症 對不對 但醫生 在我們提到產前憂鬱症之前呢 先要請所有的媽媽 趕快tag自己的老公 因為是不是常常有的時候生氣 都是因為老公 所以趕快tag老公 來看我們醫生怎麼說 好不好 是真的 懷孕除了生理和心理都是改變最大 你要去擔心說之後寶寶的一些 那個教養啊 一些環境 甚至坐月子怎樣 然後跟公婆這個寶寶出來 到底怎樣 媽媽本身就已經很焦慮很敏感的 真的緊張到睡不著覺 又不敢吃安眠藥 所以老公的支持 家人的協助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常常講說 維持媽媽幸福快樂的感覺 寶寶就會感受到就是最好的抬腳 所以老公們如果呢 媽媽呢想吃什麼就要買給他 那麼呢家裡面的事情 也不是只有媽媽的事情喔 對 家裡面的事情也要大家一起來做 衣服也要幫忙洗啊 碗也要幫忙洗 然後也要幫忙一起煮飯 而不是讓媽媽自己一個人在照顧自己 對 多一點點體貼呢 我們的媽媽在懷孕的過程中 會更幸福更開心 那所有的媽咪別忘了喔 運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放寬心放開心 只要媽媽開心 全家就開心 我們再次謝謝黃醫生 謝謝 那我們的運期神隊友 下次見囉 拜拜